HELLO 大家好 我是于倩Rita 今天的影片要来跟大家一起开箱我的衣柜 另外帮大家整理出五点大选生必备的单品 以及我如何处理我的二手衣 如果你的影片内容有兴趣的话 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吧 我们是从左边的衣柜开始介绍 然后就是稍微按照颜色白了一下 然后最前面呢就是这种外大的背形 然后如果冬天的话可能就会穿左边这两件 比较毛料的毛衣材质 然后如果比较热一点的话 就可以搭这种薄的针织材质 然后这种就是搭在白色的树梯外面 也会比较有层次感 要有造型 接下来就是夏天必备的无袖 然后前面这两件呢就是属于比较绵麻材质 然后这件是前面有做一个造型 但这件其实是可以前后两穿 对 然后再来这件就是属于背后比较有造型 它有一个板带设计 对 然后再来就是这件是白色的BRA TUB 这种就是搭一个透肤的衬衫就可以防晒 然后又很清凉 最后两件呢就是这种白色的 有点像坦克背型造型的 对 这种就是搭一个牛仔裤就可以出门了 好 接下来呢就是衣柜永远不嫌多的塑梯系列 对 然后第一件就是属于 它这件的材质比较软 就是它 它就比后面的磅束更低一点 所以它是属于比较轻敷的材质 然后这件是下板有一点设计 然后再来这两件呢就是属于比较合身一点点的全白塑梯 这两件的版型比较像 但是衣柜永远不嫌多所以可以背两件 再来呢这件属于有一点米白色的 这件是螺纹的材质 这件穿起来就是比较贴身 所以可以搭一个西装裤和牛仔裤 最后两件呢就是这种Oversize的衣服 这种就是搭一个五分裤 或是下面穿一个马裤就可以出门 就这种休闲的感觉 再来就是一些五颜六色的衣服 然后像这种衣服就是可能我以前比较会穿的 然后现在我可能就是比较少穿 所以就是有点闲置在衣柜当中 然后呢这种我就把它清出来 然后再来呢就是这种米色大地色系的衣服 因为我的穿衣基本上也是以大地色系为主 所以这种米色系的衣服是不会少的 好接下来呢就是各种背心小背心 然后像这种就是单件式的 然后接下来就是这种 这种就是含有rot top 就是也可以直接穿出门 但是突然我都会再加一个罩衫 或是西装外套在外面 然后这两件呢也是那种单件型的 最后呢倒数两件 这件是属于瑜伽背心 就是我可能在运动的时候会穿的 然后这件就是那种有点削尖的螺纹背心 然后呢接下来就是黑色素T的部分 第一件呢就是属于这种前阵子比较流行的格子纹 然后这种穿起来呢就会比一般的素T比较有分量 会比较挺一点点 第二件素T呢就是这种比较日系造型的 然后它前面有一个圆领 这件其实是男装 所以它有版型比较大一点 接下来这件呢就是属于前面有一个造型 有点蝴蝶结设计的 然后它其实穿起来就是有一点点短板的设计 这样比例看起来也比较好 然后接下来这件呢就是属于一般的素T 对 然后接下来呢这件也是属于前面有一个造型 有一个设计对 最后一件呢属于这种比较厚的材质 它有一点像太空棉的材质 但是又完全像太空棉材质 然后背后呢有一个 对也是一个金属的设计这样 然后它这件是属于比较长板一点的 所以可以戴一个短裤然后配一个靴子就可以出门 好最后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白色衬衫和西装外套的部分 然后我认为这也是大学生必备的单品之一 然后像这件呢就是比较短板的西装外套就可以搭配 你一件小可爱或是bra top就可以出门 然后这一件也是偏短板但它就是属于长袖的 然后这件是衬衫 你也可以把它的扣子打开 然后就变成西装外套 然后接下来两件都是属于白色衬衫 然后这件就是比较白一点 然后这件就是偏密白色 然后它的腰身有做缩腰的设计 然后这件就是一般的有点偏雪纺的材质 然后最后两件也是衬衫系列 这件就是属于比较宽松的造型 然后它的袖口是做缩口袖 然后最后一件呢就是女色的 然后这件是属于V0 所以它穿起来的脖子线台会比较修长一点 接下来呢就是进到下面的裤子去 然后基本上裤子我也是用吊瓜的方式 这样子比较不用整裤子看起来也比较整齐 然后最前面呢就是这种比较休闲的裤子 然后接下来呢就是米色的牛仔裤 和这种这也是属于罗纹 这个材质就比较厚 可能就是偏秋天的时候才会穿 然后还有五分裤 现在很流行五分裤 就是可以搭一个产握或是一双反顾鞋就可以穿 然后后面都是一些休闲的短裤 就是我平常在家里就会穿的短裤 然后还是会有几件这种比较挺一点的材质 这可以就是平常可能像戴一些比较正式的上衣就可以穿 好接下来呢就是牛仔短裤的部分 但其实这两件呢其实我都是不会再穿的 所以就是已经不是我的风格 所以这两件会把它清出来 然后接下来就是一些牛仔的短裤的部分 然后后面呢也是一些休闲裤 然后还有黑色的五分裤 这件我超常穿的 然后呢接下来后面就是一些西装长裤的部分 我也是用吊挂的方式 然后还有这件是五分的盲 就是搭配oversize的上衣就可以把屁股折起来 接下来后面这几件都是我运动在穿的瑜伽裤 然后最下面就是一些牛仔长裤的部分 然后还有运动裤跟一些睡裤 好接下来呢上面就是一些我的分格放的运动内衣 然后还有这一格就是一些长袜的部分 然后这一个就是我的睡裤 掉过来前运几排都是我的五衣 然后一个衣架差不多都是掉两到三件 就是尽量分颜色放这样 接下来就是一些夏天会穿到的外套啊 或是可能比较冷的话会穿到比较厚的 像风衣或是这种郁寒的外套 然后夏天的话呢我可能就是穿这种 比较偏罩衫有点透肤设计的 今年蛮流行的洞洞衣 这种就是搭小可爱 可以配一个比较轻一点材质的残酷 然后像这种就是休闲外套 最后呢也是大学生必不可少的西装外套的部分 然后最后这一层呢就是我的一些无袖的背心 还有一些搭配的或是冬天会带的一些帽子 及一些废单啊 还有我冬天会穿的袜套和护腰 这是跳舞课的时候会穿的 然后最下面这一层呢就是一些包包还有泳衣 我的衣袋台箱就到这边 最后呢帮大家整理出 五个大学生必备的单品 第一样呢就是我们的竖梯 白色或是黑色都可以 就是最白搭的竖梯 第二样呢就是我们的西装外套 西装外套呢最近又有流行那种短板的 或是一般这种常规的长度 对这两个就是属于有时候一些面试或是考试的时候呢 需要比较正式的时候就会排场用餐 然后平常出门的时候也是可以穿的 第三点呢就是我们的衬衫系列 然后衬衫就是有一种学绑材质的 也有这种比较绵一点的材质 然后就看个人喜欢什么样的材质和什么样的版型 四五点呢就是我们的下半身的单品 第四点我推荐的就是五分裤 因为五分裤就是可以把我们大腿震肉的地方遮起来 然后如果是这种西装的版型的话 就是正式中又有点休闲的感觉 我的裤子怎么不疼裤 好 第五点呢就是我们的牛仔裤 牛仔裤可以穿长裤或是短裤 然后我拿出来这件是长裤 对 它是破裤 这有点太破了 我很常穿破裤 对 好 这就是我以上推荐的五点大学生必备的单品 好 接下来就是要跟大家分享 我如何处理这些二手衣的部分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二手衣网站叫做23 然后他们的品牌里面是提倡环保还有永续时尚 然后他们在收益之后呢 也会进行审核和消毒裁膨拍上架 最后呢也会经过清洗和熨烫才会进行出货 然后在23的网站上面呢 也有其他许多名人的二手衣 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 如果想看我最后还整理出哪些二手衣的话 也可以搜寻余茜师服 如果你的衣柜也有闲置的衣服 让我们一起做爱心吧 最后提供给大家两组粉丝专属折扣码 只要输入Rita23就可以向周一九折的优惠 另外首次购义满599 输入Rita200就可以限折200哦 这两组的折扣码的使用期限都到11月15 所以有兴趣的大家 我会把资讯放在资讯栏里面 大家打快去看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